经口腔吸弹法 经口腔吸弹法是指利用机械吸引的方法 经口腔吸弹法 护理评估 评估患者的一般情况 生命体征、意识状态 有无将呼吸道分泌物排出的能力、自理能力及合作程度 评估患者呼吸道分泌物的量、粘稠度、部位以及口鼻腔粘膜有无异常 对清醒患者进行解释 使其明确吸谈的目的、方法、注意事项及配合要点 操作前准备 护士准备 着装整齐、备齐用物 用物准备 复压装置一套 复压瓶 压力表及其连接导管 手电筒 疑似性吸弹管竖根 内含无菌手套一支 无菌吸弹管一支 0.9%生理盐水 听诊器 必要时被压舌板 张口气 舌前等 操作步骤 协用物置床旁 核对患者性命、床号和腕带 连接复压装置并调节复压 打开开关 检查吸引器的性能 调节合适的负压 一般成人为20千帕 150毫米拱住 儿童小于40千帕 并用生理盐水试锡 检查导管是否通差 肺部听诊 重要小题是 听诊的五个部位 胸骨上窝 双侧锁骨上窝 夜中线第四五类肩 连接吸弹管 打开一次性吸弹管外包装 一手戴无菌手套 将吸弹管抽出 并盘绕在手中 开口端 与吸弹器负压管连接 吸弹 戴手套的手持吸弹管前端 另一手持吸弹管末端 打开负压适配器开关 将吸弹管插入口烟布 10到15厘米 然后关闭负压适配器开关 给予负压 旋转提拉 边向上提拉吸弹管 边吸出分泌物 吸弹过程中 观察气道通畅程度 患者的反应 如面色、呼吸、心率、血压等 吸出液的色、质、亮 检查口腔 吸弹管退出后 分离吸弹管 并用手套翻转包裹 进入医疗垃圾袋内 吸弹后使用盐水冲洗吸弹管路 检查口腔情况 重要小提示 吸弹后肺部评估 听诊的五个部位 胸骨上窝 双侧锁骨上窝 液中线第四五类间 安置患者 清洁肺部分泌物 帮助患者恢复舒适体位 交代注意事项 关闭负压 整理用物 洗手 记录 记录病情吸出液的色、质、亮 重要提示 严格遵守无菌操作原则 每吸弹一次应更换吸弹管 吸弹动作轻柔 防止呼吸道粘膜损伤 每次吸弹时间不超过15秒 以免引起缺氧 若一次未吸干净 应间隔3-5分钟再吸 如患者痰液粘稠 可配合翻身扣背 物化吸入 湿化吸弹 提高吸弹效果 吸弹过程中密切观察患者 如发生缺氧的症状 如发肝 心率下降等 应立即停止吸弹 休息后再吸 除液瓶内吸出液应及时倾倒 瓶内液体不得超过瓶体的三分之二量 吸弹用物定时消毒 弹液消毒后再倾倒 吸弹的止征 年老体弱 微重 昏迷 麻醉未清醒前等各种原因 引起的不能有效咳嗽排弹者 健康教育 一 教会清醒患者正确的配合吸弹方法 二 教育患者呼吸道有分泌物应及时吸出 以确保呼吸道通畅 改善呼吸 三 向患者讲解相关知识 如适当饮水 以便于呼吸道分泌物的排出 请不吝点赞